潘展乐在昨天游出这个成绩之前 他已经多次游进47秒 而且是在同一间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他稳定上升的趋势 并不是说他从47秒5突然蹦到了46秒4 并且在参加巴黎奥运会之前 潘展乐与我们中国其他队友一样 不断地接受兴奋剂 各国的兴奋剂检测 具体多少次说我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他在昨天以及入村之前这一周 都没有断过兴奋剂检测 那至于他有没有用药 兴奋剂检测可以给出一个明白的指示 这不是我去判断的 那至于他为什么能游这么快 那可能只有他的教练和他自己才能知道了 那为什么中国运动员游这么快的时候要被质疑 那在此之前伟大的运动员菲尔普斯 他拿到七块金牌八块金牌的时候 那为什么没有人敢去质疑他 莱德基运动员从2012年到2024年 称霸了这么多年的长距离 每届都有金牌入章 那为什么没有人去质疑来得及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